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惊悚电影《血色蝗灾》 维尼是一个以繁殖蝗虫为生的农场主 而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她近段时间发现 自己饲养的蝗虫产量一直在下降 是让原本贫困的她更加苦恼 除此之外,大女儿劳拉也因为她饲养蝗虫的举动 成为了被同龄人耻笑的对象 而由于未能交付约定的产量 母女俩进行烘烤的蝗虫面粉遭到了买家的砍价 这样原本就举步维艰的维尼只能向好友卡里姆开口借钱 而了解情况的卡里姆不仅大方地借了500给维尼 还自费帮维尼联系了新的买主 由于看到了网上的视频 劳拉和同学发生了冲突 虽然拉开了女儿 但维尼却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于是为了安抚受伤的劳拉 维尼承诺如果再找不到好的买家 他就卖掉蝗虫牧场抵债 并搬到另一个地方 带姐弟俩重新开始 可当维尼与所谓的买家碰头后 却发现这个男人只是一个受了卡里姆之托的养牙农户 而其开出的低连价格更是让维尼大发雷霆 一想到丈夫死后自己遭受的痛苦 以及女儿因此受到的歧视 悲愤交加的维尼便一气之下冲入了繁殖蝗虫的小牧场 并开始拆除那些自己曾经费劲搭好的家层 但由于过度激动 维尼脚下一滑摔倒在了蝗虫之中 而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 周围的蝗虫竟然在允熄他的鲜血 在将伤口上盘踞的蝗虫赶走后 维尼赶忙离开了这个乱成一团的育种室 当晚维尼见到了身为酿酒师的好友卡里姆 卡里姆当初搬到这里时 曾受到过维尼夫妇的照顾 所以他才经常向维尼伸出援助之手 可卡里姆并不理解维尼辞去工作 开始饲养蝗虫的决定 而对于了解蝗虫营养价值的维尼来说 这种优质蛋白将会成为受人们欢迎的代餐 到那时他就能通过饲养蝗虫获得财富 在与卡里姆简单的交谈过后 返回家中的维尼再次检视了自己的蝗虫 可让他意外的是 原本丧失活力的蝗虫竟然变得活跃了起来 就在这个晚上 吸食了鲜血的蝗虫开始褪皮 而身形变大的它们也开始疯狂产卵 似乎是发现了蝗虫繁殖的秘密 维尼第二天便解开了伤口上缠绕的绷带 并将手臂伸进了塑料大棚 而它也立刻遭到了无数蝗虫的疯狂啃食 当晚在将身体欠佳的小儿子加斯顿哄睡后 荒心不下的维尼再次查看了自己的蝗虫 而吃饱喝足的蝗虫也正如维尼所预料的那样 产下了足以扩大牧场的幼虫数量 于是深感喜悦的维尼第二天便叫来了 卡利姆帮忙搭建新的大棚 可这样的举动却惹恼了早就无法忍受的劳拉 因为在劳拉看来 扩建的大棚显然推翻了母亲之前离开这里的承诺 母女俩也随即大吵了一架 为了饲养这些嗜血的蝗虫 维尼每晚都要瞒着孩子们进入牧场 而她也很快通过这样的饲养方式 获得了更多肥瘦的蝗虫 此时的维尼意识到 将蝗虫面粉卖给人吃暂时不太可能 于是她改变了思路 并将这些蝗虫统统打包卖给了那个养鸭的农户 而利用这些启动资金 维尼随即增加了蝗虫的饲养数量 但维尼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血液根本无力饲养如此数量庞大的蝗虫 于是她只能采购更多的动物血液 并将这些血液制成血块进行投喂 柯母亲的一意孤行 却让原本就烦躁不安的劳拉彻底崩溃 不堪忍受的她随即冲入了一个大棚 并将原本蜜蜂的大棚割破 受惊的蝗虫则很快从撕裂的缝隙飞了出去 而这群饥饿难耐的虫子就像乌云一样 将加斯顿心爱的小羊裹挟而去 返回家中的维尼得知此事后 立刻驾车四处寻找小羊的下落 但让她感到无比悲伤的是 儿子心爱的小羊已经成为了蝗虫们的盘中餐 为了防止儿子难过 返回家中的维尼只能谎称自己没有找到小羊的下落 而在得知是女儿划破了大棚后 无法说出真相的维尼便将劳拉关了禁闭 第二天维尼为了缓和儿子悲伤的心情 又带着孩子们前往了海边 之前由于负债累累 举步维艰的维尼根本无法负担儿子的足球下令营 但此时的她已不同往昔 并承诺让加斯顿如期参加下令营 除此之外维尼还拜托卡里姆购买了女儿一直想要的小摩托 而收到礼物的劳拉也不再怀疑母亲的决定 蝗虫生意的好转则让维尼不再像以往一样自卑 而在红酒的影响下 她忍不住与一直守护自己的卡里姆亲吻在了一起 但当卡里姆想要掀开她的衣服时 维尼却立马恢复了冷静 并慌张地逃回了自己的牧场 由于维尼售卖的蝗虫之优价廉 所以她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因为没有政府批准的许可证 维尼很快失去了购买血液的资格 她也只能开始想其他办法解决此事 而为了用新鲜的血液饲养这些小怪物 维尼竟然绑架了邻居的爱犬 并将它扔进了满是蝗虫的饲养笼 第二天 维尼在清理血迹时 路过的劳拉闻到了大盆内飘出的奇怪味道 而得知有买家上门后 维尼一边匆忙遮盖血迹走出了大盆 显然对于维尼来说 儿子的夏令营已经不再重要 如何留下新客户才是她真正在意的事情 由于再次增加了大盆数量 没有血液来源的维尼便在白天出门搜寻目标 然后连夜将看中的牲畜再杀放血 但即便如此 得到的血液依然无法喂养数量庞大的蝗虫 因此虚弱的维尼让劳拉耸加斯顿去参加夏令营 她自己则留下来想办法喂养那些饥饿的昆虫 劳拉在送走了弟弟后 赶忙回家检查母亲的情况 但母亲卧室里带血的衣物却让女孩大吃一惊 随后劳拉又在蝗虫牧场里找到了赤身裸体 并蜷缩着被蝗虫蝉食的母亲 受到惊吓的劳拉坚持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于是她立刻联系了卡里姆 虽然卡里姆赶到时 威尼已经恢复了正常 但她却因虚弱险些昏迷 起初卡里姆想要提供帮助 并带着母女俩去她家吃饭 可维尼却因蝗虫与卡里姆发生了争执 卡里姆也只能无奈地将这对母女送回家 与此同时 寻找爱犬的老人进入了维尼的蝗虫大棚 并无意间拉开了一个饲养笼 看到了棚顶密密麻麻的蝗虫 而由于维尼不愿巨石相告 感到怀疑的卡里姆便偷偷进入了大棚 在微弱的灯光中 卡里姆看到了被蝗虫当作美餐的老人 于是无法接受的她随即拿出了汽油 并点燃了大棚 可缺乏常识的卡里姆并不知道 大火只是烧毁了塑料大棚 而其中寄居的蝗虫却因此受到了惊吓 纷纷涌上了天空 眼看蝗虫形成的云朵朝自己扑来 卡里姆赶紧催促劳拉锁紧门窗 而等维尼回过神赶回屋内时 她的家里已经爬满了蝗虫 就连来不及逃跑的卡里姆 也成为了蝗虫的盘中餐 担心女儿的维尼不断呼唤劳拉的名字 而逃跑的劳拉则将湖边停靠的小船翻了过来 并推着小船走入了湖中 但当蝗虫像子弹一样狠狠地击打在船底时 年幼的劳拉还是吓得尖叫起来 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感到湖边的维尼划烂了自己的双手 并在脸上涂满了鲜血 闻到血腥味的蝗虫随即扑向了维尼 但随着维尼沉入湖中 所有蝗虫也很快溺水死亡 而眼看游向自己的劳拉终于脱险 前后余生的维尼也搂住女儿 失声痛哭了起来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